哈囉 日本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書豪 我這次飾演的電影《百日告別》要在日本上映了 然後我在這部電影裡面呢 非常真情流露的表達了 就是失去親人的傷痛 然後這部電影讓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我這次在《百日告別》裡面演《仁義》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呢 他是演弟弟 那弟弟在家裡面相對他是一個比較文靜 然後比較乖 比較聽話的一個小孩 那這個角色對我也比較難的地方在於 他的戲份其實真的不多 但是我要在短短的幾場之內 要展現出我跟哥哥感情非常的好 然後因為哥哥的離開 我有多不能難過 那在短時間內要把這個情感展現出來 是我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 而這部電影對我也是一個非常療癒的一個電影 那我們在生活中常常會遇到很多開心很不開心的事情 或是很難過的事情 那這部電影它的步調比較慢 但是呢 如果你在生活中也有難過的時候 或是有失去一些不管是親朋好友 還是也有寵物的這種經歷 那你可以透過這部電影很療癒比較慢的節奏方式 讓自己從那個悲傷 那個難過走出來 那我自己看完這部電影其實也非常的就是 充滿能量 走出那種傷痛的一個感覺 其實是很震撼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一起到電影院來支持我們 謝謝